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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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最好的时间的分配 到底我们去考试要写多少版才够 当然写多少版和你的分数不是100%的正比 不过绝对是正比关系 如果是我的建议的话 中文卷的话 就写一写坐底要写考试纸的四版 如果你是英文作答 坐底就是六版 当然你写到这个版数之后 最重要看的就是 你的分点分号不好 你的例子你的评论足不足够 这些才是最大的关键 那接着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到底一书是怎样一书才叫有效呢 首先一书就是最忌计 就是你纯粹刨你本书 无论你是什么出版社都好 你纯粹刨它是绝对会衰竟的 为什么 一本书只是讲个故事给你听 但你想回去考试 我们有哪条题目要你背故事呢 其实没有 什么笔记才是最有效呢 很简单 起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它一定是清晰列判的笔记 例如我们现在读中国、日本、香港 它一定是清晰的列刨 到底是什么改革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所有改革清晰列刨 这是第一点 接着第二点 这份笔记绝对要是评论式的笔记 例如说 中国到底20年代和90年代 有没有达战代化 达战代化的怎么回答呢 未达到又怎么回答呢 所有的评论来订定 而欧洲事方面 所有事件的评论 它如何导致一战 它如何失败等等 全部的评论你都要掌握 因为它对我事效的就是这些 而不是单纯要你背顾制